今天要和大家做毛巾蝴蝶 做法很简单 只需要一条毛巾和毛毛条 再加上一条橡筋 首先将毛巾打斜 然后将角向中间卷 就像我现在的做法 卷完这边之后 另一边也是这样的卷法 向中间卷 现在卷完之后 我们将两边稍微摺小一点 然后向中间卷 尽量卷小一点 不要太松 卷在中间 然后将它对摺 尽量整理好中间的两个摺博位 对摺之后 我将会拿一条橡筋 将它固定 固定的位置 大概是三分一的位置 如果小的橡筋 可以固定两下 尽量不要太松 然后再拿一条毛巾 在中间固定 就像蝴蝶的鱼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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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样 我们将中间按住 然后将毛巾 扭一扭 扭一扭 将它绑 让它不要松开 然后我们整理一下毛巾 令它形状比较漂亮 跟着 上面剩下的毛巾 我们将它 轻轻捲一捲 就成为蝴蝶的竹酥 它的大小可以根据你自己的需要 自己喜欢它 轻松一点 就卷得松动一点 好了 这个蝴蝶就完成了 希望大家喜欢这个教学 多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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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下期再见